泰国巴士撞护栏起火狂烧 造成23个人死亡 所有遗体已经运回了中部的乌泰塔尼府 执法单位调查揭露 出事的巴士已经投入服务超过50年 还经过多次的改装 但是压缩天然气筒的改装却不正确 23名老师和学生的遗体 昨天送回了乌泰塔尼府举行丧礼 省长提拉帕透露 会从今晚开始为死者举行五天的佛教念经 送佛 还有祈福仪式 明天举行火葬仪式 陆路交通部截至昨天的调查显示 没有发现巴士前轮暴胎的迹象 当局正在检查压缩天然气 刹车和转向系统 鉴定巴士起火的原因 当局也暂停涉案巴士所属公司的营业执照 如果查明是公司的疏忽导致悲剧 就会吊销执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